嗯 嗯 那個 那個剛才我說你那什麼的話 我收回 願賭服輸 也同意你認祖歸宗 看什麼看 願賭服輸 你聽不懂啊 我們說話算數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祭拜爺爺了 這 不可以 因為你父親的錯 你還沒有祭拜老祖宗的資格 但你之前說過 你父親做錯的事 你會替他償還報效宗門 沒錯吧 是的 那我要怎麼做才能祭拜爺爺 你要為宗門做三件事 只要做好這三件事 不但你能認祖歸宗 我們也可以讓你父親 重回宗門 和你一起祭拜老祖宗 什麼 脫離宗門 是父親心中永遠的痛 如果 我答應 完成這三件事的期限 是十年 第一 魂力突破八十幾 我能做到 第二 我要你帶回一顆五魂殿封號斗羅的人頭 第三 在第八魂環時 獲得一個十萬年魂環 知道的封號斗羅中 也只有父親和交方秘筆都各有一個十萬年魂環 而且 父親的十萬年魂環還來自於母親 十萬年魂環 幾是那麼容易獲得的 你不是想幫宗門重鑄輝煌嗎 我現在就可以答應你 十年後 如果你完成了這三件事 不但你父親歸還宗門的兩塊魂骨是你的 你也是下一任宗主 只有坐上這個位置 你才能真正帶領浩天宗 再現當年的風采 我會做到的 為了父親 也為了浩天宗 這樣 父親的託付終於完成了 是時候為天道城開箱老師他們了 還有 不知道他們怎麼樣了 好